已有180多年历史的宝山大中午活动将在2月4号新丰功热闹展开 活动记者会上乡亲们以客家歌谣还有幼稚园小朋友挑便单的方式 邀请大家来到宝山体验大中午的活动 农历的正月14号15号两天呢来举办 那在这两天当中呢 我们其中有分两个绕境的部分的一个活动 其中一个呢是由深井宝斗再回到新城这边 另外一个呢是15号呢 是由那个我们新城到石灸到山峰到那甘子骑绕回来 那这两天当中呢都有我们的打中午的一个活动 打中午的活动从清道光年间客家人开墾宝山 每到农历正月14 15的元宵节举办神明绕境祈福活动 在绕境期间家家户户自发的挑担凤饭 摆出美食提供随乡人员还有乡亲食符 俗称打中午 这项活动也象征今年要时空空好年冬 另外我们特别呢在我们的新丰宫打中午场域这边呢 特别举办一个千人挑担的一个 还有亲子DIY的一个相关的这种活动 那这活动里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共同来体验 共同来这边呢感觉到呢 我们整个打中午的一个食服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 当天活动除了在地表演团体之外 还有亲子主题挑担接力竞赛等有趣的活动 邀请详情到场一起共享胜聚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